詞曲 李宗盛 其实这些人应该说是 我觉得算是全世界已经非常厉害的人 那他们在做学问的时候 也就是要把每件事情都把它弄清楚 那你看像他们这么厉害的人都会信神 因为他们发现到 其实这个宇宙之间真的有一个主宰 不然不会这样子来运行 那刚好这边我就想到 以前应该是牧师有讲过这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天文学家 他就做了一个九大行星的模型 然后他把它做好之后 他有一个朋友来看他 那这个朋友他不信神 他觉得没有创造主 结果他就进来问他说 这个九大行星的这个星球 做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做的 他说没有啊 我只是把九颗球丢下去 他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 你骗我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他说对啊 如果不是有一位创造主 那天地之间的星球 怎么会一下子就这样自然运行呢 他就无话可说 所以我相信天地之间 已经有个真神 绝对不是突然之间 人就进化出来 绝对不是突然之间 就有九大行星 一定有一位真正的创造主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就是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是因为呢 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都能跟不相信你讲的 那我后来看的圣经呢 我们也发现到呢 其实耶稣所行的每一样神迹呢 即使神迹都行呢 总是会有人不信 总是会有人觉得 有的人相信 就一定会有人不信 那我相信这中间呢 上帝有他的这个旨意在这边 那我们所要做的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我把这个事实 我把这个定律告诉你 那你能接受的你就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 上帝也已经把这个福音 放在这个土壤里 等着他长大 所以我想都有益处 都有益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四个定律是什么 定律一 神爱你 并且为你的生命 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的神他是爱你的 第二个 他为你的生命 是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那你一定会觉得有点疑惑 我知道神爱我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 神为我的生命 有一个计划 我想我们中国人 都曾经有讲过 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呢 上帝对他 都有他的安排在 那那个安排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神给我们有一个计划 那那个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神的爱的部分 神的爱 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 神爱是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其实神 他怎么样子来爱我们呢 他将他的独生爱子 把他牺牲了 那为了要什么呢 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他那个爱 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第二个呢 神是有个计划的 耶稣说 我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我们常常读这句话 可是是得什么生命呢 好 等一下再看 思考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没有经历过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如果神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计划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没有经历这个计划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定律二 这样讲很快 其实事律呢 再传福音的 再五分钟就讲完了 可是呢 我想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把这个事情再给大家 稍微看一下 定律二呢 是因为人因为有罪 与神隔绝 所以不能知道 并经验神的爱 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 那换句话就是说呢 其实神要把那个丰盛的生命给你 可是呢 因为人的罪 把我们跟神把它隔绝开了 所以很多数的人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尽力这个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圣洁的神跟有罪人 中间是有一个隔阂在这边 那这个隔阂从哪里来 从亚当夏娃犯罪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 把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把它隔绝掉了 人因为有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与神隔绝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 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灵性跟神之间产生的一个隔绝 所以你不能够体会到神给你的这个奇妙的计划 是因为我们人都有罪 所以依我们现在的状态 我们是不能够感受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计划 所以神原先创造人 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 但因为人顽固任性 偏行己路 背向真神 以至于与神隔绝 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 使人对神漠不关心 或公开反对 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所以其实罪有的人会讲说 我没有啊 没有杀人换猴 我哪里有罪 所以这边的定义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人因为他自己顽固任性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好 那我其实说难题 你有比诺佩尔德讲那些人还要聪明吗 你有比他还要认真吗 那你做的决定一定会比他还要好吗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人都认为自己很厉害 不要讲别人 我自己都是这样子 所以神让我在博士念了十年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那个就是我自己因为顽固任性 我自己要走我自己的路 所以神没有办法把他原先在我身上安排的这些计划 让我可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 就是因为我犯了罪 所以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中间 就多了一个深渊隔绝 虽然人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 很多宗教都是这样子 我开始做善行 我开始累积功德 我开始信不同的宗教 我去研究哲学 我会想办法来寻求神 我想要去找到我心中的那个神 而且我想要有丰盛的生命 但是总是得不着 像很多佛教的人 他信神之后 他还是觉得不平安 因为他没有真正得到 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 所以他还是不平安 那答案怎么办呢 我们有犯了罪跟神隔绝 那我们没办法享受到 一个美好的生命 那我们来看第三条定律 第三条定律是说 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 所预备的唯一 唯一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讲三次 唯一救法 借着他可以知道 并经验神的爱 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所以呢 我们的钥匙就是 耶稣基督 钥匙就是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呢 才是唯一聊一条道路 你靠着耶稣基督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呢 才能够得救 才能够得救 所以呢 耶稣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五章八节 那你可以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图 本来人跟神 因为犯罪隔绝了 可是因为有耶稣基督 当我们的宗保 对不对 他把我们连起来了 因为有耶稣基督 把人跟神的关系 把他修复了 把他连起来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唯一的 唯一的机会 唯一的机会 就是靠耶稣基督 那这是另外一段经文 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现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 五百多位的弟兄看 第三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圣经上写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所以从这三个来看 我们就知道 我们人犯的罪 以致跟神之间有隔绝 所以唯一的机会 就是耶稣基督 好 神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 那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好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知道三个定律了 我知道人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知道我们因为犯了罪跟神隔绝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 这个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条道路 我只能靠着他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那为什么这三条定律不够 为什么只有这三条定律不够 因为这三条定律你只是知道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只是知道嘛 就算是你知道跟不知道 这个定律就一直存在着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有件事情要跟你有关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 你必须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也就是呢 你本身呢 是已经 已经呢 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 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也就是呢 你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不去相信他的话 那也只是知道而已 只是知道而已 只有当你亲自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你才有机会再去体会 真正了解到耶稣基督 他给你的这一个 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好那他到底给我们什么生命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里有两种生命 我们先看左下角的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他有一个圈圈 那个圈圈就是你的生活圈 中间有一个椅子 那个椅子就是你生活的重心 是做决定的那一个人 做决定的那一个人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我做决定 对不对 我做决定 好那除此之外呢 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圈圈 有大的圈圈跟小的圈圈 大的圈圈是重要的事 小的圈圈是琐碎的事情 那你会发现到呢 在这个里面呢 好你 所有的大圈圈小圈圈都混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 每一个人都说我很聪明 对不对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自己去管理 可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你每次算都会吐嘴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每次都觉得说 我今天要投资 然后明天给我新冠肺炎 对不对 我每天就是觉得 就是我今天要这样子做 我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仓库 然后明天就被神取走生命了 所以呢 你做的 你自己掌权 你自己掌权 永远都有一个生命的主宰 他才是真正掌管万有的人 所以呢 你自己管理的生命会怎么样 人生的各项活动 在自我管理之下呢 持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 那你再看看旁边有个十字架 这十字架在哪里 在你的生活之外 对不对 完全不在你的生命之内 你完全不去管他 对不对 我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就是这样 自己决定就是 你自己做主 然后一团乱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生命是什么 十字架坐在你的椅子上面 所以是他掌权 对不对 他为你的生命做决定 那他既然是掌管所有万物的人 对不对 他给你的安排 你哪一个棋子要摆在哪里 他早就都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你只要顺着他的旨意下去走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所有的完全没有所事 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要的事 而且对你来讲都是掌控的非常好 事实上不是你掌控 是上帝帮你掌控好的 那我在哪里 我在椅子下面 对不对 我顺服上帝做主 对不对 我在旁边 可是我的生活会过得非常的规律 为什么 因为上帝掌权 他直接帮你排好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是照着做 因为上帝会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呢 这两个生命你要哪一种 上面 大家都要上面 对不对 那你要上面那一种 你要遵守哪些定律 前三个你知道了 对不对 其实最重要的是第四个你要去做 你如果没有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这些都跟你无关 这些都跟你无关 你只是知道而已 其实跟你都是无关的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才是我要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基督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并不是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呢 我们要得救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得救了 对不对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也不是因为你 心底善良 心底善良 都不是 就是上帝的恩典 他得救 他要 其实各位能够坐在这里 都是得救的人 因为你如果连不知道 连这个讯息都不知道 你根本不会来教会 所以基本上 大家已经都是被捲血的人了 只是呢 我们可能 平常我知道要来教会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来教会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对不对 因为我要得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对不对 那我就在上帝为我准备的 这个计划之中 而且上帝掌权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接受基督 就得着新生命 那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 进入心中 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好 重点是在于 他已经对你的心敲门 对不对 那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有开门吗 有 有 有开门那最好 如果没开门的话 那还是跟你无关 对不对 有开门 他才会进得去 你心里面 好 思考看看 哪一个圈圈代表你现在有生命 你现在是自己坐在你职上 还是上帝坐在你职上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是一半一半 对不对 有一部分交给神 我自己坐不来的时候交给神 大部分都还是靠自己 对不对 可是真正的生命 其实要上帝全部交给上帝 你如果说有些你自己决定 有些他决定 其实他的计划没办法实施 因为 因为你不照他的计划走 对不对 唯有全部交给他 他一定给你做最好的安排 那你现在是属于哪一种 我相信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应该还是属于 下面的圈圈 下面的圈圈 即使你是基督徒 也不见得你的真的生命 全部都交给神 所以我们先搞清楚 我们的生命自己掌管 跟上帝来掌管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要哪一种 好 那怎么样才能够接受基督呢 要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 请说 那我们要一起来念 好不好 那没关系 我们开始念之前的话 我想重点是你自己心里面怎么想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你就心里面好好地跟他讲这一段话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 神啊 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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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当你把福音传给你家里的人的时候 他其实讲完这一段话就已经怎么样 他就已经决志 对啊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所以呢 你们都有很多亲爱的家人 对不对 只有你得救 可是亲爱的家人都还没得救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刚的故事 跟他讲一遍 对不对 其实牧师 我们教会应该都有思虑的单张吧 对不对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小小的册子 因为你这样很难讲 你有一个册子翻给大家看 一页一页讲 所以很快他就可以 你自己也能够练一下 就是找一个 找一个你好朋友稍微练一下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跟他来讲 所以呢 我本来不会传福音 所以要去俄罗斯短线之前呢 救人把这个东西给我 他给我一本册子 然后牧师就叫我练了一下 以后就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就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那刚刚讲的思虑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呢 那你这时候应该要接受生命 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如果你很清楚的话 那你应该要把这个福音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朋友 跟你爱的人 跟你关心的人 跟他来分享 好 跟他来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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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